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天上的神通用在人间造孽 拿摩龙肿上尊王佛 人间的大游轮出海捕捞大海的水族 用具往捕捞上船后 用大量的冰块冰冻带回去岸上进行买卖 你们可知我掌管的龙天水族 在你们人类造下杀孽后 会在海上河流湖泊把水族的怨灵收集带到 修罗天界下面一点的天界等待 等人间的沙业积累到一定的天时 龙天护法和虾兵蟹将 就会释放带领这些水族怨灵下去 人间制造天灾 杀害水族越厉害的地方 这个区域就会有越多的天灾 拿摩龙肿上尊王佛 在天时报道一定的时候 有些水族怨灵不愿意离开 还是要兴风作浪 干扰人间运转 那么管水族的虾兵蟹将就会用神通冰冻他们的意识 把他们封锁在一个四方块的蓝色圈里 等下一次天使到报 就会再次释放出来到某处杀害水族众生太厉害的海域去制造海难地震 虾兵蟹将也会用神通把在天难中遇害的亡灵反杀生罪孽的带走去修罗天界审判投水族 拿摩龙肿上尊王佛 所以人间的人用冰块大量冰冻水族的身躯放在冰冻的房间里 就是用天上的神通来杀生造孽 弟子马来西亚2020年7月4日 答 很多人就是在用这种方法在人间造业 非常不好